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 第一次带粉丝打102级的灵萌行动 就把我打破防了真的是太难了 鳄鱼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这才只是第二个boss我就倒了无数次 更别说后面更难的光卡 只要被动住双手就可以离开键盘了 伤害高不说还能一直把你困住 直到你倒地为止特别恶心 有步枪打好点容易多技能 像你这样一直被困住得打到命连 我也想用步枪但伤害太低了 现在用的雷托都没能破防 这也太刮痧了 差一点了先去刮过去 下一关可能就简单了 终于过了太不容易了 我的耐久是刷刷往下掉 第三关就容易多了有两个boss 只要把他们同时打掉就能过了 也就是打个七八次一点都不难 这肥雕是真疼一下子就残了 小哥还是186的护甲 咱们躲一下回复一下上上 哎咋还跟过来了 我去硬盆不散呀 这副盆建议大家别打 要打就打92级的 那久疯狂掉不说 五人机也得准备好几架 可以可以 总算好不算 不防表哥打得那么辛苦 最后大猩猩这关才是王家的梦魇 我打他白痴40多比鳄鱼还低 打鳄鱼至少白痴也有70多 不管是 白痴打还有23 这大猩猩真有那么难打吗 你可以来试试 我都翻车三次了 这部分绝对不是102级可以打的 登上个鱼想起很多人都可以 但是要单刷这个 估计全部没人可以打 这已经不是超能力能解决的了 前面都比较好打 慢慢刮就行 多针砲台吸引住boss仇恨 灾害也足够能够打中技能 大猩猩剩一格学偶蓄力技能得到强化 可就不是我们能够打掉的了 前面放了三次车都是这个技能 相信就算是200护甲也扛不住 你们夹起来连一把都打不掉 还是放弃吧 这个就不是102级的 说它130级的我都相信 唉实在是太难了 大家以后别招待着副本了 早点升到110级报导鳄鱼吧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